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来到《生命记》的第32章 这一章的经文基本上就是 摩西在他晚期要离开世界之前 他所作的一首的诗歌 在这首诗歌当中他送上上帝 在这首诗歌里头他也警告以色列人 如果他们不遵行上帝的话语 将会面对一些可怕的下场 那今天我想我把那个焦点放在第一到第14节 在这一个段落当中 摩西他这首诗歌的颂赞里头 就歌颂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在这首的诗篇里面 他就描述上帝他自己的属性 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去看顾以色列人 在第一样他用一些的图画 在这一个的诗歌当中 有一些的图像 用来形容上帝他本身怎么样的 看顾保守以色列 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他说到上帝是可靠坚固的磐石 在第4节 他是磐石 他的作为完全等等 在第4节这边 让我们看到用磐石来去形容上帝 如果我们熟悉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的诗篇 我们会知道这个磐石的图像其实很常用来形容上帝 那磐石可以在特别是在旷野当中 这种的磐石是一种很大块的石头 这个的磐石可以遮挡成为人的遮挡 所以讲到稳固的磐石 在旷野的风沙 还是这一个强烈的太阳当中 这个磐石就可以成为人的保护 人能够在风沙当中 人能够躲在磐石的后面 就免受这一个的 色别是沙漠的这种的风暴的影响 在猛烈的太阳当中 躲在磐石的底下 磐石能够遮阴 而且有一些的动物也在这个磐石底下 他们来得到他们成为他们的区所 他们居住的地方 他们寻找食物的那一个的来源 圣经说到上帝好像磐石一样 成为以色列人坚定的那一个保护者 他们过去在旷野漂流这一段的时间 磐石这一个的形象就特别的明显 另外我们看到我们知道 这个摩西 上帝也吩咐摩西 让他从磐石当中 得到水源 得到水 来去供应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的那一个的供应 所以我们看到磐石 它是一种坚定的依靠 它也是有些时候是食物的来源 它是那种的避难所 磐石上帝就是像磐石一样 在照顾在保护以色列人 上帝像磐石一样也在看顾保护我们 第二个在经文当中 很明显的一种的图像 是把上帝称为这个的父亲 属灵的父亲或者慈爱的这个的父亲 比如说在第五节讲到说 这个时代像上帝 做了这一个悖逆的事情 就不再成为他的儿女 这是一种的说法 然后第六节讲到说 上帝岂不是我们的父吗 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个 他造了我们 也坚定 建立我们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我们看到这种的表达 其实我们看到上帝 他是那一位创造的主 他是那位建立我们的神 他是那一位慈爱的父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了许多的带领 他保护我们 他主要是谈到他的创造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 各种的安排 这边有一段的经文 可能我们可以做一点点的解释 在第八节 在第八节那边 中文的合本翻译成 或者合本的修订本翻译成 他按神明的数目 为万民划定界限 那这一段经文就很不容易解释 什么叫做按着神明的数目呢 那这一个的 如果你读的合本的修订本 他下面就有一个的注脚 那他这个神明这个字眼 可以直接翻译成上帝的众子 上帝的儿子们 上帝的众子 按照上帝的众子 来分配这一个的界限 有可能如果是这样子 或者这一个 有一些的翻译本 有一些的超本 这个的神明这个字是以色列的 那个的意思 那如果这个字是以色列 换句话说上帝在安排这个世界的疆界 为万民划定界限 那我们看到上帝这位慈爱的父 这位可以分配世界的这位的伟大的父亲 他的心里面就以以色列他的子民 作为那一个衡量的标准 这是第一种的解释 换句话说上帝看中以色列 这个父亲看中以色列他的子民 他的孩子 那另外一个的翻译 如果不要翻译成以色列 翻译成神的众子 这个字眼如果对照墨西古经 其他的那种的经文的版本 那可以翻译成天使 其实是一本 这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 在这一段 就把这个字翻译成天使 可以这样子解释 这一个的以色列人的一些的传统 认为说上帝在创造世界过后 他在不同的民族的生命里头 都派了守护的天使来去看顾 那当然这是一些的传统的 一些的传说 那不一定是圣经真正的看法 但是有些时候上圣经会借用一些传说 来去凸显某一方面的真理 如果把它翻译成天使 或者上帝的众子 是灵界的那个概念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解释 这些的万民 世上的万民 都有天使 所谓天使 守护天使 或者神明 上帝的 这里的神明应该翻译成天使 更准确 如果按照基督信仰的 那一个的传统来说 都有某一些的天使 守护天使来看顾 但是上帝的子民 上帝的百姓 就由上帝亲自来看管 所以为这一个的十三万民 分的界限 它的背后的意思 在因为第九节说到 耶和华的分 是他的百姓 其他的民族 都有其他的守护天使在看顾 但是上帝的子民 以色列 上帝亲自在看顾 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分 我们看到这个的表达 是看到上帝也是一样 上帝多么的爱 他的百姓 他的子民 在这段经文当中 第三个图像 就是把上帝形容成 那一只的老鹰 怎么样看顾自己的孩子 特别在第十一节 说到这一个鹰 怎么样搅动这一个的鸟巢 让这个楚鹰能够飞翔 也展开翅膀 来借助它 背在它的双翼之上 这是老鹰怎么样训练 小鹰的那种的做法 对吗 把那一颗的小鹰 赶出它的鸟巢 让它学习飞 但是当它 差不多甩在地上 还不能够飞的时候 它就会飞过来 把这个鹰给戒走 戒在它的背部 它的翅膀上面 再次把它带起来 好几次这样子 这个小鹰就学会飞翔 我们看到这一个上帝 好像一个守护的老鹰 他看过他的子民 他让他的子民成长 他有些时候会让他的子民 陷在危险当中 但是这些的危险 都要成为他的子民 来学习功课的一个管道 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这一段的经文 有给我们这几方面 看到上帝 他是怎么样的神 他是磐石 他是那一位 安排一切的父亲 但是他看过他的子民 他是那一个守护的老鹰 兄姐妹 其实这些图像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是一样的美好 他像那一位供应的磐石 遮盖我们的磐石 他是那一位 在一切的安排当中 顾念我们的父亲 他是那一位 虽然有些时候 让我们陷在危险当中 但是却为了要照顾我们 要盼望我们能够成长 的那一只的老鹰 我们感谢神 他就是如此的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你是磐石 你是慈爱的父亲 你也是那守护 我们的老鹰 主要让我们的心 紧紧的来跟随你 信靠你 在生活的各种的层面 我们体会 你的无为不自的爱 体会你的恩典 体会你的带领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谢谢观看